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中央基督中文教会的文学 我们有两个核心的文化塑造左右名 第一 建立一个爱神 心相爱热情温暖的大家庭 第二 建立一个敬畏神 刚强壮党 多结果子的大家庭 整个中文教会是由单身团契 家长团契 儿童主着学士工 青少年团契 学院团契 和黄金组团契所组成的 我们每个星期天轮流以明歌敬拜赞美演唱会 经典诗歌等与华语传道多样方式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聚集各个生活层面人士 海内外人士 成为老中少多代通堂 虽然多元化 却团结合一的教会 成为了一个相亲相爱 刚强壮党 欢喜快乐 亲在一起的大家庭 家会是提供个人深入的一对一茶净 资源小组 门训小组 以圣经为原则的辅导 也有家庭 婚前婚后 亲子教育 个人辅导的服务 这样就可以装备每一个人迎接城市生活的挑战 以心靠盼望 仁爱的心一起学习 共同成长 鼓励大家更认识上帝 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爱主更生 四主更群 龙神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利路亚 我们恍惚 哈利路亚 我们清和 祝你转身黑暗全世 哈利路亚 我们恍惚 哈利路亚 我们清和 祝你的生命已复活 你笑着啊 你要震动天地 你比震动漠海还低 一万国万'都却构数中一定 你是深 border 染z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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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logy 你並持平淡 並持復家庭 Hallelujah 我們不不不 Hallelujah 我們集合 祝你掌聲黑暗全世界 Hallelujah 我們恍惚 Hallelujah 我們集合 祝你的生命已奉獲 你要沉冬天理 你比沉冬滄海寒地 雲光多萬分全都屬於你 你是神殿充滿榮耀 榮耀 打破榮耀 你彼此平淡 彼此固執地 dann複裹地 H coaching GL 對 만들 一秒震動 天地 日地震動 滄海涵地 英王國王 全都屬於你 你是神殿充滿榮耀 榮耀大過榮耀 你彼此平安 彼此不加低 一秒震動 天地 日地震動 滄海涵地 英王國王 全都屬於你 你是神殿充滿榮耀 榮耀大過榮耀 你彼此平安 彼此不加低 你的力 忘了? 不是YouTuber 一秒顏 behind 三祂 一路走过这世界 pictures of their wild 云犱耶稣在我心 依然上世已薄水 云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想相信我平安的神 我能生活这世界 以让耶稣在我心 黑人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请相信我平安的神 卡雷路亚 刚居住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是王王之王 卡雷路亚 心思途都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我们选择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宝血 如果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请相信我平安的神 卡雷路亚 刚居住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宝血 耶稣基督是王王之王 卡雷路亚 心思途都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卡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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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居住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是王王之王 卡雷路亚 心思途都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耶稣基督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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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基主大人教会 为主打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Hallelujah 当居主的圣经期 灭属基督是万王之王 Hallelujah 信基主大人教会 灭属大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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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一起去听圣歌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为此而祷告 希望我们的神可以去 祂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祂喜悦我们的敬拜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同呢 可以预备我们的心 低头为今天的主日敬拜来祷告 给们神 天父 我们要去送赞你的美名 每个礼拜天 我们都很想聚在一起 可以去送赞你 可以去感恩你 可以去聆听你的话语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尽管呢 我们生活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挑战 疫情的原因令到我们 没有办法去到教会去敬拜你 但是天父啊 真的你的灵啊 你的智慧呢 总是呢 会带我们呢 有新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通过线上 继续去敬拜你 我们仍然能听到呢 弟兄姐妹去送赞 用赞美诗去送赞你 一同呢 去激发我们的心 天父啊 你是值得称颂的神 无论这个世界 有多少挑战 但是天父 你是大能的创造者 所有的事情 都在你全能的手中 都在你的命定之中 我们也诚心来到你的面前呢 去祈求你的帮助 我们为我们周遭的这个 疫情的环境去祷告 天父啊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甚至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有被疫情去感染的 神到我们为此而去担心 我们也会去呢 很想呢 去期待的这些 仍然还在疫情当中的 弟兄姐妹和家人们 能够尽快的被医治和康复 但天父啊 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段时间里面 也有很多的弟兄和姐妹 很快的去康复了 真的是我们看到你大能的手在医治 我们更祷告的 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里面 真的天父求你去保护我们 让这些病毒呢 能够尽快的可以得到 很好的控制 甚至可以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呢 不再被疫情所影响 我们也期待的 当我们的世界都可以平稳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次的回到教会里面 面对面的可以去给彼此拥抱 可以一同唱圣歌去敬拜你 天父今天 愿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 去感动呢 一轮弟兄的口 为我们带来很棒的 这个传讲你的话语 还有威廉们弟兄 还有明阳弟兄 为我们会分享圣餐 还有平均奉献 天父啊 愿你去你的灵呢 去激发这些弟兄们 他们的分享 他们的话语 可以去大大的荣耀你的名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祷告着今天线上的 这个WiFi的信号不太稳定呢 希望这些弟兄们 分享和侍奉的时候 天父你保守着我们整个 在网上的敬拜 敬都顺利 让我们呢 可以一同呢 同心合一的 来到你的面前 敬拜你的时候呢 求你去喜悦我们的敬脉 祝福我们 感恩这一课聆听 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哈喽弟兄姐妹 还有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此刻呢 我们在星期天呢 可以在这里 Zoom里面呢 一起去敬拜神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Amen 我可以拥有这首诗歌 炫耕耕 没电我可以念 有时 这会是空白 我可以用CC一拆 这还是哭打 我可以用CC一拆 我可以用CC一拆 这世间又流泪 可以用CC一拆 却还是孤单 我可以用CC一拆 捏但却还是孤单 不要摸摸在一旁 把我摸出来 爱 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不怕被伤害 把灵魂刷起来 爱 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从天不来的爱 把句话摸开 发现幸福在春秋雨里相遇 一瞬间 在世界变得好悲 我可以拥有个世界 却没有怕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 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 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变得了爱 一切人是黑暗 不要摸摸在心里 把我摸出来 不要摸摸在心里 把我摸出来 哦 爱 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不怕被伤害 把灵魂刷起来 爱 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从天不来的爱 把句话摸开 发现幸福在春秋雨里相遇 一瞬间 在世界变得好悲 爱 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不怕被伤害 把灵魂刷起来 爱 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不怕被伤害 把灵魂刷起来 从天不来的爱 把句话摸开 发现幸福在春秋雨里相遇 一瞬间 在世界变得好美 一瞬间 在世界变得好美 一瞬间 在世界变得没有 各位兄兄姐妹还有朋友 你们大家笑好 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央基督教会的主日敬拜 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已经一年多了 快要两年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但是我看到在这段期间 就如小龙刚才祷告的一样 我们都主歌了 我们都不能够彼此的见面 教会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在一起 但是其实神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聚会 能够在一起的去见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线上聚会 通过这个线上的时候 我们能够见面 能够听到传道 能够去彼此的去分享 有些在办公室做工 而甚至在办公室做工的还不是在同一个地点做工 分成两个地点 因为这样才能够保持 确保整个公司的运作不会停顿 而在这种情况下 沟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我们大家除了以前我们常用的就是电邮 Email打电话之外 我们会议都不能够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大家学习讲 用Zoom 在想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是全部都在学 去年的时候全部都开始学习用Zoom 不管你是年轻的 你的年纪大的 你都要学习讲的 用Zoom 为了要见面 为了要听传道 为了要聚会 而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 就是燕光弟兄 我分享一下他的经历 他去年的时候 差不多午夜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学习怎样用 用Zoom 而他非常积极 非常认真的去学习 很快的他会用Zoom 跟我们一起在聚会上 彼此的交流 参加我们的聚会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 因为看到燕光弟兄 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聚会 这个疫情没有办法阻断我们 但是到了今年的时候 在几个月前 我们慢慢发现燕光 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上线 他没有办法参加我们Zoom的聚会 我们很奇怪 我们打电话给他 跟他讲要按这个 要按那个 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他都说他照做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总是看不到他 所以在几个星期前 刚刚好 我们可以去聚会的时候 我就去到他的家 我就去到他家 可以有两个 就是说有两个客人 我就去找燕光 我就要去看看 到底为什么他不能够 继续跟我们一起呢 一起的Zoom 然后去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他的Zoom还是在那边 我还是照样的 就是我去那边尝试 用他的Zoom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问题出现在 他的这个软件呢 已经过期了了 就是他需要更新他的这个软件 因为是update 需要update 他的app没有update 因为没有更新 所以呢 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的 去上线 一起在一起的聚会 而在这里我想到 一样的就是说今天 我想到Zoom的时候 讲到这个沟通的时候 我也想到 我们的祷告生命 我们的祷告生命就是我们跟神沟通的 一个渠道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生命呢 也需要更新 也需要update 而今天我传到的主题呢 就是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弟兄姐妹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 你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吗 当我想到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记得是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那个弟兄呢就跟我讲 你要寻求神呢 要向神祷告 所以我第一次祷告呢 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 但是呢 你问我记得我祷告什么吗 我不记得了 我完全不记得 因为那个弟兄讲什么 我跟他讲什么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祷告的经验 我相信你们也有自己第一次祷告的经验 可能你们记得你们在一起祷告些什么 而在一生当中你听到最激发的祷告有哪些呢 你记得吗 这段经文说 耶稣的门徒 求耶稣教导他 怎样祷告 什么东西促使这些门徒呢 这个时候 叫耶稣 教他们祷告呢 他的门徒已经跟随耶稣 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他们天天看着耶稣祷告 他们也看到耶稣 这很多时候自己独自一个人 离开他们到旷野去祷告 什么东西促使他们 求耶稣教他们祷告 他们可能想 为什么耶稣祷告的时候 跟上帝这么亲近 为什么耶稣祷告的时候 好像有跟耶稣跟神说不完的话一样 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 没有这样多话讲 为什么我祷告三两句 四五句就祷告不出来了 他们有这些疑问在他们的心里 但是他们总是没有去求耶稣 直到有一天 他们看到约翰教导 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 他才想起 为什么我不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祷告是可以学习的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这是我今天传到的主题 但是我告诉大家的 我传这个这篇道不是因为我很会祷告 而是我需要学习祷告 我需要学习祷告 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的向主 学习祷告 祷告那是充满力量的 我们需要对祷告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的生命 与神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知道如何祷告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懂得如何祷告的门徒 一个不懂得如何祷告的门徒 就像一个不懂得如何有健康饮食的运动员一样 他们不懂得如何配合这个饮食 来使到自己的运动的成绩更好 不懂得祷告 又不学习祷告的门徒 是靠自己的力量 不是靠耶稣的力量 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 只有当我们通过祷告 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跟随耶稣 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力量 我们可以找到劳数 我们可以找到激励 我们可以找到方向 所以祷告是门徒最重要的事 祷告也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 帮助我们和弟兄姐妹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可能你会想 那么我的属灵生命名是不是又多出了一个方块 除了崇拜读经传福音 彼此交接服务 我们又有多一块就是祷告呢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把祷告当成是其中一样侍奉 一样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其实真正的是 祷告应该是在所有这些事项的中心 这两种思维的分别是 当祷告是中心的时候 神的力量和影响就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展现出来 当祷告只是其中的一个事项的时候 那祷告就失去了他的力量 神是会应许我们祷告的 而我们需要祷告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 与神同行 在祷告当中继续的去认识神 而我们不是只是等待神的回应 我们祷告不是因为要神应许我们的祷告 而这个祷告的目的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不是因为我们有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求神的时候 我们才祷告 而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今天身为基督徒 我们有年长的有年幼的 我们大家其实都会祷告 我们听过很多有关于祷告的传道 我们也读过许多祷告的书籍 对不对 而我们其实也祷告过很多很多次 也亲自应许 亲自体验到神如何应许我们的祷告 门徒求主教他们祷告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祷告 而是他们看到主的祷告和他们的祷告不一样 他们看到他们要更新他们的祷告 而最近我们谈到属灵复兴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生命也需要复兴 也需要更新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 他说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当门徒求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 然后他就给了他们主的祷告 这个祷告文 我相信你们都有读过这一篇主的祷告 甚至我们都很熟悉 有些 我们当中有些甚至能够背 这个祷告文 而在这个祷告文当中 耶稣给我们 祷告的这个模式 这个耶稣的祷告模式 里面讲到有六个 不同的因素 有六个不同因素 这是我最近学习到的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不同的 六个不同的因素 其实可以 这个英文字母呢 可以代表 基督 就是Christ C-H-R-S-T 这六个不同的因素 首先呢 C代表什么呢 C代表 专注 就是 Concentrate 专注 他说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或者称 父啊 第一点就是 C 我们要非常的专注 在我们祷告的对象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专注的是 我们祷告的 对象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祷告应许 不是 祷告做到的 不是因为我们祷告 事情发生了 而是 神 使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要专注的是 那个 使这件事情发生 这位神 的身上 祷告让我们 亲近上帝 不是 一个属灵的人 才能够祷告 而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 向当地 祷告 有时候 可能你有这种感觉 你会说 我不想祷告 我不想祈祷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 你想一下 这一位 你要祷告的对象 是谁 这位要跟你 倾听你祷告的对象 是谁 你想一下的时候 或者说 有一个人告诉你 总统 在电话的那一端 他要跟你说话 你会去听他电话吗 可能你说 总统怎么可能打电话给我呢 所以你不相信 你不见 但是我讲你的老板 你老板打电话给你 你会说你不听吗 你一定会 去听电话 你不愿意听 不过你还是会听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知道 祷告的对象 是上帝的时候 是那一位神 是跟你有关系 那一位主的时候 你就会决定 要去 跟他讲话 就是说你专注 专注在 他的身上的时候 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就能够 有话说 有时候我们不想祷告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 要讲 但是呢 没有时间 或者想不起我们要怎样去祷告 不知哪一样东西要祷告 或者我们觉得很累 没有时间 太迟了 来不及了 上班了 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都是把祷告呢 当成是一个事项 就是我们把焦点呢 放在 祷告的事项 放在时间上面 所以我们没有心情 要祷告 只有我们把 我们的心 重点 放在神的身上 专注在神的身上 concentrate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的 会享受 那个祷告的过程 在 最近我们的这个 复兴的过程之后 刚刚好呢 我在读 读这个 路加福音 我就看到的这段经文 然后就看到呢 这里 专注在神身上 这一段的时候 然后 在前一阵子 我进了医院 然后出来之后 我有MC 然后我在MC 的时候 我在家里 做灵修的时候 我又看到这段经文 我会想到 是的 我要 专注在神的身上 于是 我就开始祷告 而这次的祷告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任何 祷告的事项 在我脑海里面 也没有去想 我要祷告什么 只是我想到 祷告的事项 第一样就是 C Concentrate 专注 专注在 神身上 所以我集中 我的精神 我安静 我的心 我来到 神面前 我称 我们在 天上的福 当我非常 专心的时候 没有让任何 东西 影响我的时候 当我全神 关注在神 身上的时候 我开始祷告 而我记得 我这个祷告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感觉 我从来 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 我祷告的时候 都会是专注在 我想要求神的东西 我想要告诉神的东西 而这次我祷告 我只是开始说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开始思想神 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 我就很自然的 我也不是 就是说我自然的 有很多感受 回想很多很多 神跟我之间的关系 而我开始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当天的 这个祷告 是我由生命来 最享受的 那个祷告 因为我的祷告 不再是我的事项 而我的祷告 是我的对象 我在跟神谈话 所以我看到 我学到就是 第一把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 就是今天 我们的祷告 第一样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 把焦点 放在 神的身上 因为 耶稣说 我们在天上的福 祂是如何的 爱我们 祂很愿意 把每一样东西 把你心里所荷望的东西 赐给你 但是 有时候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把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 没有信心 我们不觉得神 不爱我们 我们觉得神 不会给我们 虽然我们头脑里面 思想上 理性上 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感觉 我们觉得 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东西 神没有原谅我们 只有你专心 在神身上的时候 你才能够呢 有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感觉 第二呢 第一是专注在神身上 第二呢 是H 就是 赞美主 哈利路亚是赞美主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 第二点呢 我们要赞美主 就是我们要看到神 最美好的一面 所以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 为圣 神是圣洁的 我们要学习怎样 去欣赏神 去感谢神 去赞美神 大卫的诗篇呢 103篇 第一到第二节 他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要称颂 他的圣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 大卫呢 在他的诗篇里面 他告诉我们 他赞美神 他祷告的时候 他记得神 对他所做的一切的善事 在他身上 的每一样东西 他都记得 神对他是多么好 他记得 记得 记得 而我们 却很容易 其实呢 很容易在我们生活中呢 找到 埋怨的理由 大卫呢 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 他找到很多 赞美神的理由 他找到神如何宽恕 他的罪 如何治疗我们 如何治疗救赎我们 脱离死亡 当我们学习大卫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的生命里面 都有不同的故事 都会想到 其实神在你的生命的 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呢 都如何不同的帮助过你 如何赦免过你 原谅过你 如何呢 给你那个爱 你会看到 你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奇迹 是可以赞美神的 当你 把你的眼睛 看到外面的时候 你看到天空 你看到 那个大海 你看到了青草地 甚至在新加坡 这个城市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许多神所创造的东西 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都可以感谢神 都可以赞美神 而圣经说 上帝的喜悦 是我的力量 当我们不停地 赞美神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生命中 得到更多的力量 还有另外一节经文说 快乐的心 喜乐的心呢 是良药 其实当你在痛苦的时候 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 能够 得到 这个良药 去医治 你的心灵 我们身体呢 跟我们情感呢 也会 感受 好起来 第三 是阿 阿就是什么呢 统治者 统治者 所以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 行在 天上 所以说 有一天 神 将会 统治 整个宇宙 统治 万物 所以 神的国 的事情 神就是这个国的 统治者 所以 神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国家的 事情 所以 第三点呢 就是说 为神国的事情 来祷告 神国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的 事情 一切的 跟神有关系的 事情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弟兄姐妹 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有领导 我们的信念 我们说 我们要去死万民 做门徒 这个使命 我们为 我们有那种 为主牺牲的 前进神的国度 的那个信念 我们都记得 我们要 建立 神的国度 我们成为 这个 使命的 一份子 因为 这一切 最后 将会 都是 上帝的 上帝的国度 所以 第三点的时候 在我们 祷告的时候 我们 有没有 记得 为教会 的事项 祷告 还是我们 祷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 自己的需要 我们却 已经忘记了 其实 教会里面 有很多需要 有很多弟兄姐妹 需要我们为 他们 祷告 教会的方向 教会的领导 需要我们 为他 祷告 因为 教会 在这个世界上 的时候 要使人认识 神 他会面对到 邪恶的 灵的攻击 会面对到 撒旦的攻击 我们 需要为 教会 祷告 需要神 保护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正直 让很多的人 因为这个教会 能够去认识 上帝 所以 为神的 国祷告 为 统治者的 国祷告 这是 非常 重要的 下一个就是 爱 爱 就是 I need 就是 我的需要 我们日用的 饮食 天天 赐给我们 今天 神每天都会 供应 我们每天 需要的东西 给我们 而我们需要 每天 来向神领取 我们的需要 我们不能够 一次过 领取 一个月 或一年的供应 然后把它 储蓄 起来 然后呢 就切断 跟神的联系 我们不能自满 今天 如果你感觉到 你好像 你在生活上 力不从心的时候 你的属灵的力量 不足的时候 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 已经离开 这个供应的泉源 太久了 我们向神祷告 说 神啊 给我 我们所需要的 神 就会 喂养我们 我们的需要 我们家人的需要 朋友的需要 神都很乐意呢 把这些需要 给我们 这些需要 是什么需要呢 可能我们经济上 有经济上的需要 我们有 我们需要一份工作 我们需要治疗 我们需要力量 我们需要爱 你有什么需要呢 可能你说 你需要 一个朋友 我相信这些 基本的需要 就好像 这个面包一样 我们能够 来到神面前呢 向上帝祷告 神非常乐意呢 去满足 我们这些需要 他也会很乐意的 给我们 智慧 和 使这些指导 去满足 我们的需要 下一个要素呢 是 S 就是 Savior 救主 这里他说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 亏欠 我们的人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记得 耶稣 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当我们想到的时候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改变 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的生命改变 是因为 是因为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他给我们一个新生命 让我们重新的 开始我们的生命 他赦免我们 他给我们爱 给我们有利呢 去过 一个新的生活 而我们也知道 虽然我们 受洗了 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新的生命 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生命呢 还是会 做错事情的时候 只是有时候 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会 继续的 我们会犯错 这些呢 不是我们故意犯的 但是呢 我们 不知不觉 或不小心 会犯这些错 神说 我们要继续的 在祷告中呢 去忏悔 去承认我们的罪 请求 神宽恕我们 神会要 宽恕我们 神要宽恕你 所以今天我们 成为基督徒了 不代表 我们不会做错 我们还是需要 来到神面前呢 求神宽恕 另外一点他说 因为我们也赦免 亏欠我们 亏欠我们的人 这里耶稣教导 他的门徒 耶稣教导 我们 宽恕 和赦免 赦免他 亏欠我们的人 就是说 宽恕 是很重要的 宽恕 是门徒 和上帝 关系之间的 一个基石 神赦免我们的罪 原谅我们 现在我们也必须 去原谅那些 得罪我们的人 那些冤枉我们的人 今天 你想一下 在你的生命中 有哪一些人 是你觉得 你不能够原谅的呢 当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向神忏悔的时候 神 也要我们去想到 谁 我还没有 原谅 而神要我们呢 去 原谅 他们 去原谅 这些人 第五 就是T T代表 Trying 这里说 胜利 胜利是什么呢 就是战胜诱惑 战胜诱惑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 凶恶 什么是试探 什么是试探 OK 这里有一个 我要讲一个故事 就是在 和马史诗 就是在希腊的故事里面 他讲爱情海 的一个小岛上 他讲根据这个记载 在这个小岛上 居住着一个 海妖 有着一半圣鸟 一半是人 女人的 这个面貌 能够唱出 甜美的歌声 那歌声令人陶醉 犹如进入 梦幻之境 让人无法抗拒 便要去追随 他的歌声 许多过往的船只 只要被他的歌声吸引 就会创在 峭壁的石岩上 结果 船毁人亡 有一次 大英雄 大英雄 奥德斯修 战船从那里经过 他深知 海妖 魔幻歌声的厉害 于是 下令 将每个士兵的耳朵 拥落 封上 战船 因此 安然通过 避免的 传毁人亡的 这个 灾祸 这里讲到呢 试探 这些试探呢 试探就好像 甜蜜的陷阱 古鸟人的 网罗 是一切 诱惑 你离开 神 以及 神的心意 和道路的事物 试探呢 就是 一切 使我们要离开 神 和神的道路的东西 这些东西 很难 这些东西 有很多很多 但是呢 有些看起来 好像是对的东西 但是它 却影响你呢 离开神 它也可以影响你 离开上帝 这些东西 是试探 在一汉一书 二章十六夹说 因为 凡事上的事 就是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 富来的 乃是 从世界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都在 引诱着我们 骄傲 在 有时候呢 我们会因为 肉体上的东西 被肉体上的东西 引诱 有时候呢 会被 勤悟 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引诱 而有时候呢 是今生的骄傲 今天 当成为 基督徒 很久的时候 我今年呢 成为基督徒 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了 当成为基督徒 久的时候 我看到 一个基督徒 要非常非常的 注意自己 的生命 尤其是 骄傲 骄傲可以在 不知不觉中呢 进入一个 基督徒的 生命里面 因为你 已经觉得 自己站得稳了 就在你觉得 自己站得稳的时候 其实呢 是非常危险 的时候 所以成为 基督徒 越久 有越多 侍奉 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 越 谦卑 我们自己 越来到 神面前 向神祷告 越依靠 神 因为神 喜悦我们 但是 撒旦 不喜悦我们 你成为基督徒 越久 你侍奉越多 你为神 做越多 谁越不开心呢 撒旦 最不开心 所以 他会 千方百计的 要 给你试探 要你跌倒 而那些 年幼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可以想 你们侍奉 没有这样多 其实 神 撒旦呢 也会借着 不同的东西 可能你没有 那个精神的骄傲 撒旦会借着 不同的东西 要 来 攻击 所以 他会 不停的 试探 你 要试探 你呢 使你呢 离开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耶稣说 我们要 祷告 因为 哥林多前书 他说 你们所遇见的 试探 无非是 人所 忍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叫你们 受试探 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 过于 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 开一条 出路 叫你们 能 忍受的 书 所以说 神 会给你一条 出路 所以我们需要 祷告 当我们觉得 没有可能的时候 我们只有 祷告 还是 有可能的 在看到没有出路的时候 我们要 坚持 祷告 所以 主导文 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 战胜 肉体的 试探 只要 借着 祷告 祷告 是 祷告呢 就是信仰的 核心 祷告呢 就是 以善地 谈心 就好像一对 情侣 坠入 爱河一样 那种 甜蜜的 交流 在 祷告生活中 你的生活呢 有 全新的 意义 所以呢 我们要 开始 学习 祷告 当然我们 已经会 祷告了 我们要继续不停地 坚持地去祷告 在这里他说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 寻见 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 凡祈求的 就得着 寻找 就寻见 叩门 就给他们 开门 这段经文之前呢 是说 有一个人 他在深夜的时候 他去求他的朋友 给他 三个饼 因为他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访 还没有吃饭 然后他就去找他 邻居 邻居说 求你 给我三个饼 让我的朋友 充饥 他从老远的 吉隆坡 来到新加坡 还没有吃晚餐 甚至午餐 你没有吃 因为他在长途里 巴士里面 长途的 到了这里 还没有吃饭 你可以开门 给我三个饼吗 然后他的邻居 跟他说什么 邻居说 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我跟我的孩子 都睡了 你明天才来吧 但是这个朋友呢 他继续敲门 求求你 真的真的 我的朋友 他老远来 他真的是太饿了 请求你 请求你 然后那个邻居讲 明天才来 然后他继续 再敲门 再敲门 后来那个邻居 他讲 好了好了好了 他就拿了三个饼 就给他 耶稣说 这个比喻 其实就是要告诉 门徒 告诉基督徒 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要坚持 不断的去祷告 只要我们坚持 不断的话 坚持不歇的 祷告的时候 神一定会 应许 你的祷告 因为当我们在坚持 不懈地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 我们祷告的东西错了 我们会反省 我们会继续地祷告 继续祷告 甚至祷告到 我们自己的心态改变 事情呢 解决了 神说 我们要坚持 不懈祷告 耶稣的生命 一生当中是 祷告的生命 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 也是要 是祷告的生命 我们需要 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祷告 今天 只要你会祷告 只要你向神祷告 你就不是一个孤单的人 因为 你可以在家里祷告 你可以跟朋友 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在车上的时候 可以祷告 你在海边 一个人祷告 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时候 你可以祷告 当那个医生 拿着这个手术刀 要跟你动手术的那一刻 你心里感到害怕 但是你那个时刻 你可以祷告 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医生 同时 你要把你的生命 交给上帝 求上帝看顾这个医生 你可以祷告 今天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来帮助自己 坚持不断的 祷告 使自己呢 不至于灰心 OK 这是我跟我妻子 去祷告的时候拍的照片 看看我们去了 不同的地方祷告 今年是我们结婚 25周年 而当时呢 我们因为本来 本来今年我有个愿望 就在很多年前 有一个愿望就是 在25周年 今年的时候呢 我要回到我 第一次去 我去度蜜月的那个地方 但是今年 我们25周年 今年 我们不能够出国 飞机不能够飞 所以我 我的梦想 就不能够实现 当我跟我妻子 分享的时候 说我们今年 没办法 去到 我们要去的 那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我的妻子呢 就给我了一个提议 不如我们今年到25个不同的地方呢 去祷告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然后我们就开始 去25个不同的地方呢 在祷告 这激励我 继续 荷望的出去 一起的去 去祷告 当然我还没有完成 这25个地方 但是我会一直记得 我要去祷告 虽然有时候 我们没有拍照 不过我们会经常 散步 然后去祷告 而这 鼓励着我 坚持 去祷告 今天一样呢 我们 小组里面 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帮助我们 坚持祷告 我们弟兄可以约 弟兄姐妹可以约 姐妹 丈夫可以约 妻子 整个小组可以在zoom 一起的 祷告 当我们去 彼此去分享 我们祷告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呢 能够激励彼此 我们呢 能够跟彼此学习 祷告 我们的祷告呢 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 我希望 我们能够 分享 如何坚持不懈的 祷告 还有我们 祷告的心得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呢 有很多祷告的故事 如何不懈的 祷告的故事 我鼓励大家能够在 小组里面 去 分享 今天 我们学习到的 这六个要素 就是一 专注 二 赞美主 三 统治者 四 我的需要 第五呢 救主 第六呢 是战胜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从出生 开始 就有很多的功课呢 需要学习 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爬 慢慢的呢 我们学习走路 然后呢 我们学习讲话 吃饭 穿衣服 有一句话说 活到老 学到老 基督徒 也是一样的 有很多的 属灵的功课 需要学习 要一生 不断的学习 祷告 就是 要一辈子 学习的功课 祷告 是一门 很特别的功课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 向耶稣 学习 祷告 这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的来 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福 父神 我感谢你给我们今天 这个美好的时间 让我们弟兄姐妹们 一起的聚集在这个线上 学习这个功课 祷告 求主你 教导 我们祷告 当我想到神 想到耶稣在 两千年的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 这个祷告 一定是 非常非常的棒 使到 这个门徒会求主你 教导他们 讲祷告 主啊 今天我也要来到你的面前 来祈求神 你主 教导 我们祷告 祈求你主 帮助我们能够把焦点 放在你的身上 知道神 我们是在跟你谈话 在跟你沟通 在跟你交流 神啊 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都忙乱着 忙于我们 在世界上的事物 有时候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忙着 教会里面的事物 我们忙着自己的生活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总是想到 我们的工作上要做的 我们家庭也要做的 生活的事情 我们想到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你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或者无话可说 但是今天 我感谢神里主 借着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今天我们在跟你说话 当我们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随时的告诉你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需要 主啊 这时候我要向你祷告的是 祈求你主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还有朋友们 我们都能够学习到 怎样跟你祷告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主我感谢你主 向祷告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祈求你主 我感谢你主 耶稣你能 直下也看见 耶稣你能 一直相信了 耶稣你能 全被持绑 他无可能 变为了难 唯有耶稣 传闻天地环游 唯有耶稣 真实随便成就 交往风举浪平息 大人说最轻圣经 耶稣 无人与你相依 耶稣你能 直下也看见 耶稣你能 一直相信了 耶稣你能 全被持绑 他无可能 变为了难 唯有耶稣 传闻天地环游 唯有耶稣 本身随便成就 交往风举浪平息 大人说最轻圣经 耶稣 无人与你相依 耶稣 无人与你相依 唯有耶稣 传闻天地环游 唯有耶稣 任世随便成就 耶稣 将往风举浪平息 大人说最轻圣经 耶稣 无人与你相依 唯有耶稣 传闻天地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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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耶稣 将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为世碎裂成交 教官风举浪平行 打灯舍最新神经 耶稣 不认为你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上帝的应许给每一个人的朋友 如果你不明白圣餐的意义可以不被领用 简单介绍我自己 我们叫孙敬 今天很荣幸能够为大家分享圣餐 经文取自于西伯来书12章1到12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犯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纠缠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分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的心心窜死成终的耶稣 他因摆纳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实在的苦难 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这段经文激励我 无论在恶劣的环境 或是是顺境的环境 都要坚持养望耶稣 必须放下一切 会影响我和神关系的事物 要脱去容易 残留的罪 关系背后努力向前 去年当疫情发生在全世界各地的地方 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个人的情绪 我的鼠音生命没有了杂根 开始慢慢的变得没有鼠音的激励 祷告也慢慢的 随随便便 读圣经也也是随随便便 我很容易被 世界的负面的事物受影响我的情绪 心中没有平安 时不时对我的自情自爱的家人发脾气 不只是自己受伤 身边的人也跟着受伤 非常的痛苦 有一回我和我妈妈起了争执 闹得很僵硬 结果这个怒气也把我蒙了 双眼 不分青红皂白 把我的爱吃的晚餐 全部都在这个大系统里面 非常的可怕 我的脾气也引致到 我周围的人都感到痛苦 就连我的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 都有这个痕跡 枕斗到这个破裂 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僵硬 无形中产生了一个 一道 就做一个 一道墙 我们无法进入彼此的世界里面 好些日子我们 都不说话 当我很促善的时候 果然的 我尝试跟我妈妈 沟通 然后 用这个短信 找到我的感受 妈妈给我的回应是 我们一起加油吧 我当时我感到 非常的很窩心 感到 神再次的 拥抱着我 而且 重新的接纳我 很感恩的是 他从来没有放弃我 愿意用他的爱 抑制我的破碎的心 虽然我年过52年 但在妈妈的眼中 我永远是他的心肝宝贝的孩子 在 在家里 兄弟姐妹当中 妈妈最爱我了 出处为我着想 出处体谅我 出处的 给我很多的机会 包容 给我这个机会去 重新站立 用心去开导我 从错误中 吸取这个交信 和学习 更何况我们的 耶稣基督 他的爱 永不改变 他的爱 激励我 他给我 我们回给 你复兴的机会 重新站立 在哥林多后书 五章 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人 今年初 全教会 全教会在进行 这个集体的 属灵 复兴 我也开始 有各个人的 复兴和 和回给的功课 重建我个人的 祷告的 祭坛 属灵的 操练 每天的定时 跟神 单独的花时间 另外 还有一个 刚开始 另外一个 快习惯 发作的时候 我感觉到 很气馁 很无助 但感谢神的事 祷告就是力量 是一生中 不断的学习的过程 基督的力量 能够帮助我 去越过每个 山丘 山岗 祂依着我 破碎的心 安慰我 祂是 我是真正 康复中的 俱人 主的恩典 够我用 在祂的 恩典之路 有爱 有恩典 有真理 在我的 人生的 路途 母亲送给我 许多的 宝贵的功课 努力的 改掉 快习惯 建立 良好的习惯 每当我 遇到 错诊的时候 我总是 两万十字架 他总是 给我的勇气 去面对 明天和未来 因他活着 我能够 面对明天 不再惧怕 因为我深信 知道他掌管 明天 我的一生 充满了希望 只因耶稣 活着 弟兄姐妹 现在让我 来 代表 这个 这个 饼和 和杯 祷告 我们在 天上 阿爸 父啊 感恩你 赐上你的 独圣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牺牲在 十加上 耶稣上 十加的路程 时时刻刻 都想着我们 耶稣 看见 前面的喜乐 愿意为我们 忍受 十加的苦难 为我们 立下 爱的榜样 这饼代表 耶稣 他的身体 为我们而舍的 这杯 福老汁 代表 耶稣 为我们 所入的 宝血 求十加的 宝血 使尽我们 一切的福音 帮助我们 在 基督 耶稣 里面 成为 新造的人 奉耶稣 基督 圣明 祈求的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昨天经历多少的失落 你的爱仍然为我生气 当我心中感到失望 多久看看夜空 夜空里的星星 夜空里的星星 眨着眼睛 叭叭叭叭 不管今天经历多少的叹息 你 你的恩典仍然 输不尽 抬头 我看见你的创造 好美丽 愿超过我的言语 回来 都在你的计划里 因为你让我看见 因为你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是你的奇迹 你 当我心中感到失望 我就看看夜空 夜空里的星星 夜空里的星星 眨着眼睛 叭叭叭叭 不关今天 请你多少的叹息 你的恩典仍然 数不尽 抬头 抬头 我看见你的影视 原来 原来 你的爱未曾离去 过去 过去 就让它全部过去 就让它全部过去 过去 因为你让我看见 每一天都是新的奇迹 每一天都是新的奇迹 奇迹 你 你 你是我的盾牌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荣耀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盾牌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荣耀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荣耀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荣耀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盾牌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荣耀 我要抬起头 你是我的荣耀 我看见你的创造 美丽 我看见你的奇迹 愿超过我的言语 愿超过我的言语 未来 未来 都在你的计划里 愿超过我的言语 因为你让我看见 我生命就是你的奇迹 我生命就是你的奇迹 奇迹 Zither Harp 弟兄姐妹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明杨 很荣幸为大家分享贫穷奉献 在这里我 愿意大家分享一个 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 几年前公司帮我到泰国公干 我就拜托了 一些弟兄联系上了 曼谷的教会 参与那里的聚会 某个晚上我参与聚会后 就搭地点 然后转巴士回宿舍 没想到 大巴士去到不知名的地方 然后我发觉了 我就赶紧下了巴士 在一条大马路上 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 要接近12点 车上 路上极其少车 我就看着手机里的GPS 离我宿舍大概有10多公里左右 又不会使用泰国那里的 那些大德式的那些线上服务 就带着紧张心情 趁着那个手机没电 就靠着GPS 的导航 沿着那个公路 朝我的舒适那个方向走去 走了跑没几公里 突然间 我后来间有一辆德式 停在我面前 司机就摇下他的车窗 就问我要去哪里 我当下感到安心下来 如果没有车来载我 手机落泥 没电了 就麻烦就到 我给他我的宿舍的地址 看来 这不属于他的驾驶 那个地区范围之内 他也不清楚那个地方怎样去 但他很愿意的和我一起 看着手机的GPS导航 顺利的把我 载到我宿舍的大门前 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忙 除了车费我还都给他 小费也比较感谢 此刻他也露出了灿亮的笑容 我很感谢这位德式的司机 不单单在我没有察觉到他 和没有向他招手 他看见我的需要停下车来 我更感谢他 让我感受到 人在异乡 在陌生的地方 有困难而得到帮助 而那份喜乐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们所奉献的 欢迎希望会分配于图表的事项 不单单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物质上的需要 得到帮助 也丰富了他们的人生 我们虽然不一定认识彼此 但得到帮助 我想是神所喜业的 这事情 请通过扫描屏幕上的 威尔玛进行捐款 谢谢大家的热心捐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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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Zither Harp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我算如成都 卑微 一页或开或歇 你此荣耀尊 尊贵 未冠冕 我要赞 认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欧眼 ada alguna thing 我算很丰富 我算是 Review 因为你喝得得知高尊贵 却终不我一生 oh 我要赞美你 一生都赞美你 因为你那里 你胜过这世界 你命和的慰言 oh 慰言 你的命 你的命 何等慰言 你的命 你的命 何等慰言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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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Amen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很快我们今天的敬拜又到尾声了 刚才我们看到 Titokou上面的这个好消息 看到哇神的国度在整个全球范围里面 不断的会有新的教会去建立起来 有更多的人那种机会 听到福音也参与到福祉里面 是非常非常棒的好消息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 其实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 今天有一轮 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分享他对祷告的信念 有William分享他生命里面 那些罪的伤害和靠着基督耶稣的得胜 我们听到明阳人生里面的经历 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 所以这些都是好消息 令到我们的心呢 被神的话语 也被神的爱和神的能力 去保护着去支持着 所以我相信敬拜虽然到了尾声 但是我们呢 对神的爱对神的信靠呢 并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去实践 认真的向神去祷告 将我们的生命完全地交托 那么接下来在我们一起呢 可以去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敬拜 人们神天父大能的神 我们首先非常感恩 在今天的敬拜里面 神那你让我们可以很顺利 让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 参与在敬拜服事里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顺利 今天感恩你的圣灵 与我们同在 天父啊 今天你让我们去明白 祷告 是啊 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敬畏在你的面前 俯伏在你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 是我们的生命跟您走近的时刻 也是我们生命里面 向您可以去倾诉 我们生命里面的挑战 也寻求你力量保护的时刻 天父啊 感恩你的爱伴随着我们每一天 哪怕是我们面对着很多 突如其来的改变 面对着很多的挑战 甚至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威胁 但是父啊 你在圣经里面 您告诉我们 你已经战胜了这世界 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可以一同战胜这世界 哪怕撒旦用各种的方式 去威胁我们 去攻击我们 但主耶稣已经得胜 我们的生命 因为心靠你 因为主耶稣基督 也一同去得胜 父啊 也愿你去保守着我们 让我们一同去实践 我们生命的 复兴 我们教会的复兴 我们一同去 向您去 清新土一的祷告 也愿你去 愿纳我们祷告 我们的属灵的敬拜 感恩这一刻聆听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朋友们 下面我们可以 打开我们的麦 好 我们可以有些 自由的交流 哈喽 专注在祷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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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家 又是新的 每次换后面的背景就行了 谢谢 谢谢Villiam的分享 很真诚 很棒 因为明年好像遇到天使 天好飘 好感动 对 真的每次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一定神派天使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天使 我记得一个传道讲 We are entertaining angel 然后其实很 还有一个这些 我觉得我一天不祷告 我真的很不自在的 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祷告更加多 真的要坚持到 谢谢Villiam